贝迪姑的冠军功臣。她全年无修进步明显,必成中国女排有一张王牌。 北京时间3月9日,2018-2019赛季全国女排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三场结束,北京女排主场3比1再胜天津队,以总比分3比0拿下队时首个联赛冠军。 从山东队临时转会加盟球队的自由人王孟杰表现出色,为北京女排最终夺冠立下汉马功劳。 半决赛与上海队的三场球,总决赛与天津队的三场球,王孟杰场场打满全部比赛,在一传和防守两方面给北京女排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 特别是今天与天津队的比赛,王孟杰多次卡起了李盈宁的扣球,为球队的防守反击创造机会。 整个2018年到现在,王孟杰一直在繁忙的训练备战和比赛中度过,可以说是全年无休。 他先是代表中国女排,参加了世界女排国家联赛分战赛,总决赛,之后随队在亚加达亚运会夺得金牌,又以主力的身份出战世界女排锦标赛获得季军。 随后回到山东女排,帮助球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闯进了八强,之后又持原浙江女排,出战了市巨杯的比赛,在四强赛阶段,他又临时转会加盟北京女排,并帮助球队拿下联赛冠军。 通过这一整年的努力,王梦杰的能力也越来越出色,不仅以往强势的防守仍有惊艳表现,连过去不太稳定的一传如今也越发让球迷放心。 在林立随着年纪增长状态出现起伏的情况下,王梦杰的崛起和进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,她也将会是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会未免的一张重要的王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